约伯纪第二章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,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,敬畏神,远离恶事。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,无故地毁灭他,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带皮,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。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,他必当面弃掉你。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,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,击打约伯,使他从脚掌到头顶掌毒疮。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? 你弃掉神,死了吧? 约伯却对他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唉,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,不也受祸吗? 在这一切的事上,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 约伯的三个朋友,提曼人以立法,舒雅人彼勒达,拿马人索法,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,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,为他悲伤,安慰他。 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,认不出他来,就放声大哭,个人撕裂外袍,把尘土向天仰起来,落在自己的头上。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,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,因为他极其痛苦。